加盟日本牛角烧肉 还自创多个品牌的 竭力餐饮集团 7月底吴日锦关门倒闭 原来是因为母公司 五户集团底下的龙海事业 违法贩售契约商品 涉嫌非法吸金220亿 初步估计 全台湾有将近2万名的受害者 如今也成立了自救会 前往高雄总部陈勤 总裁陈秋白现身 也爆发了冲突 场面相当火爆 一群人你推我几 说什么都不能让人给跑了 草成一团止不住怒火 全都指向中间 证明一头短发身穿 身蓝色上衣妇人 被保全团团包围 趁机逃离现场 抗议群众也不是省油的灯 一路追出去爆发冲突 就怕危险 远景也加入战局 场面火爆一片混乱 保全更直接死堵在门口 争取时间 你们真的在保护人 原地崩溃辛苦积蓄就这么没了 原来在保全保护下逃走的 是五户集团总裁陈秋白 他底下的子公司龙海事业 涉嫌非法吸金220亿 我真的不好 我去下去 位地痛苦失声 就是因为买了龙海贩卖的契约商品 现在不但没有当初说的利息 还血本无归 他就用这个商品 现在目前都是只有一年请 给我们一些奖励 当然不甘愿啊 五户集团26年前在高雄以生命理义起家 随后成立龙海生活事业 推出安养照护 不过4年前 因涉嫌违反银行法 重判总裁陈秋白 10年6个月 没少到之后又另起罗灶 以另一种储蓄契约继续骗 全台将近2万名受害者 如今年在加盟 牛角烧肉子公司 竭力餐饮集团也在7月底 一同倒闭 我会接受最严厉的 死亡的一个解释 正式案例申告 要五户集团讲清楚就判 此法还给数以万计破碎家庭 一个公道 接着高雄做不到